各位同學早安 今天是9月21號 是我們強迫自己閱讀ANGULE官方文件30天的 第六天 那 今天第六天呢 會講 你的第一個ANGULE應用中的路由的部分 那這個路由部分呢是文件中 我們上 昨天 昨天已經 把你的應用的最後面看完了嘛 看到這邊 還沒有說下一步 那這邊有說 如果要繼續探索ANGULE的話 請選擇以下一個選項之一 繼續探索應用內導航部分 以建立一個商品詳情頁面 透過單紧商品名稱 可以訪問該頁面 該頁面有自己的URL模式 那如果你是按部署的話 它說會跳到 會把你的應用轉移到本地開發 部署到Firebus上 或你自己的伺服器 那我們今天就從這裡 應用內導航的部分來 看下去 那在第一部分結束時 這個線上商店應用會有一個 基本的商品名稱 商品名錄 該應用還沒有任何可變的狀態 或導航 它只有一個URL 該URL總是會顯示我的商店頁面 其中的商品列表及描述 本指南會告訴你如何使用ANGULE路由來讓使用者進行應用內導航 在單頁面應用中 你不會重新載入新頁面 而是根據使用者所在的位置 向它顯示不同的元件和資料 那ANGULE路由器能讓你在不同的檢視中顯示產品的詳情 每個產品都有自己的URL 當用戶執行應用任務時 路由器可以從一個檢視導航到另一個檢視 但是在同一個頁面中 所以說 嗯 它前面講的重點是說 網頁呢 我們現在ANGULE程式它只有一個URL嘛 這URL則顯示我的商店頁面 商品頁面中是商品列表以及描述 所以說 如果我們看這個路由指南呢 這個路由指南會告訴我們 使用者 用ANGULE的路由功能 ANGULE路由功能讓使用者進行應用內導航 所以我們在單頁面應用中 你不會重新載入新頁面 而是根據使用者所在的位置向它顯示不同的元件和資料 所以說 我們在應用內導航就是 應該說我們可以切換元件跟資料的時候 它並不會 切換URL位置 所以說如果我們Risle有切換URL 這個URL有切換的話 它應該會重新載入頁面 但是如果你使用ANGULE路由的話 ANGULE路由的話我們切換頁面的時候 應該說我們可以在同一個頁面中 顯示不同的元件和資料 就是 在使用網頁上你看起來像切換資料的感覺 你可能不同的元件在 直接在切換 感覺像是 但是不會有 重新載入頁面的感覺 應該是這個意思啦 我們繼續把文件往上讀讀看 ANGULE路由器能讓你在不同的檢視中 產品 顯示產品的詳情 可以讓你在不同的檢視中 顯示產品的詳情 哪個產品都有自己的URL 當用戶直接應用任務時 路由器可以從一個檢視 導航至另一個檢視 但是在同一個頁面 比如 這邊有比如說 在列 在位置列 在位置列中輸入一個URL 導航到相應的頁面 那他說這邊說位置列應該指這個 輸入網址連結這個列 這個輸入標籤應該是指位置列子這邊 點選頁面上的連結 導航到新頁面 點選瀏覽器的後退後前進按鈕 在瀏覽器的歷史中前後導覽 所以說 他這個比如是指ANGULE路由器的功能嗎 再看一次喔 那不同的產品想起 每個產品都有自己的URL 路由器可以從一個檢視導航至另一個檢視 但是在同一個頁面 所以在位置列中輸入URL導航到相應頁面 填選頁面上的連結 導航到新頁面 填選瀏覽器後退後前進按鈕 在瀏覽器的歷史中前後導航 它這邊應該是想跟我講說 我們在ANGULE這個我們ANGULE建立網頁中 點的任何連結 它都是 同一個URL 但是點連結可以切到新的頁面 嗯 看了其實沒有很懂的意思喔 沒關係 我們繼續往下讀看喔 註冊路由 該應用已經設定為使用ANGULE router 並透過路由導航至之前修改的商品列表元件 本節會向你展示如何定義一個可以顯示單個商品詳情的路由 那為了商品詳情產生一個新元件 把元件命名為PradaDetails 這個提示說 在檔案列表框中右極單極APP造假選擇ANGULE ANGULE generator 和Component 這個可能跟我們上一次一樣就是 用ANGULE generator建立一個 ANGULE component元件 那接下來說 在appmodels.ts中 新增一個商品的詳情的路由 這個商品詳情路由應該就指 PradaDetails 該路由是由PAS的Prada Prada 一個斜線 那這個叫 斜線喔 如果是另外一邊 另外一個方向導的 比如說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就是反斜線喔 那它這邊有斜線 然後 帽號 PradaID 所以代表這個ID就是可以輸入的 參數吧 那我們去讀讀看喔 component是PradaDetails component 所以說 我們到這個 Source Src App 結線 App.models.ts 中改的檔案 我們要建立一個路由 它這個路由怎麼建立呢 它是在impulse裡面 impulse 這裏有個 NGmodule NGmodule的 裝飾器喔 小老鼠A開頭的裝飾器 NGmodule 那我們的括號 再一個大括號 大括號裡面包了一個 大括號叫物件嘛 包了一個 包了一個 這個物件的結尾 所以這是後面還有東西喔 所以物件 我們看程式碼裡面就知道 反正 還有impulse一個檔案嘛 impulse的一個東西 impulse的屬性啦 屬性 然後再是一個陣列 那個陣列呢 是在這個那麼長 有這幾樣東西 叫做 一個叫做 ProcessModule 一個是ReactiveFranceModule 然後我們應該是建立一個路由 所以應該是LouterModule 點forLoot 那我們可能不曉得這裡面是什麼 它這裡有個Page Page 一個 一個帽號 兩個帽號刮起來的 一個是Page 一個Products的 斜線 帽號的Product ID 那 可能看了 看起來 有看可能沒有懂是什麼意思喔 那它可能後面會跟我們講怎麼做 那我們先照文件上打 繼續打一下 那這邊呢 這邊的範例喔 我已經有把這個 連結 Copy到 Copy到我們的這個網頁 這個鐵人賽文章上面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看的話可以看到這個網址 這個編輯器的網址 那 它這個範例應用呢 是接續我們上一次的那個 我們第一個應用的那個導航 所以說 我們這上次已經做了這些 有個Product 類表嘛 然後做了一個 Show button 可以顯示這個 通知 試驗細節 顯示通知 這個Notify Me 也可以顯示一個通知 那接下來 那我們照著它的步驟說 它的步驟說 要產生一個新元件喔 所以我們叫這個名字喔 Product Details 那我們先複製起來 複製 然後對 它有說對資料夾做 用Angular Generator嘛 那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文件它是說 還有個提示嘛 對啦對App資料夾 按右鍵 選擇Angular Generator 然後再按Component 那我們就在這邊 對App資料夾 按右鍵 點它 按右鍵 Angular Generator 再選擇Component 點下去 這邊這個框 框框 應該是要我們輸入 Component名稱啦 雖然文件沒有寫 但我們才應該是叫我們輸入 這個Component名稱 所以我們剛好複製嘛 這邊貼上來 Prada Details 按一下Enter 這邊就產生了一個Prada Details的 Component 這Component一樣喔 一樣有那個 LCS檔 HTN檔 跟TS檔 這樣子 這次組成一個 Component的元件喔 頁面有點擠喔 因為我今天現在要換筆電喔 筆電 筆電終於送修修好了 我這個LG筆電 之前 鍵盤壞掉 空白鍵卡座 打幾個填 在文章空白鍵卡座 送修了一個禮拜才回來 那也許 同學會覺得 今天錄音可能 不一樣 因為我用的是筆電麥克風錄音 好接下來喔 我們建好這個Component 元件之後呢 看一下 他在側邊欄只能這樣子收喔 好吧 我們繼續 建好之後呢 他跟我們說 在appmodule.ts檔中 新增一個商品詳情路由 所以我們先看看喔 appmodule.ts檔中 他在哪裡呢 appmodule.ts檔中在哪裡 在這裡喔 appmodule.ts檔 點開來 然後他有 inport很多東西喔 這裡還有一個紅色 紅色底線喔 他是出現什麼問題 can not find model product details product detail component can not find 他這個畫紅線還真值得不知道為什麼 也許我們照文件上就知道為什麼 我應該是沒存檔嗎 應該是有存檔啊 為什麼要畫紅線呢 為什麼要畫紅線呢 也許我們看文件就知道為什麼了 我們繼續讀看喔 他跟我們說要建立一個路由嘛 在 第2項中 在appmodule.ts檔中 新增一個商品詳情路由 該路由是 的page是products id component是productdetails component 所以我們應該要建的話 這個pagecomponent的productleastcomponent就是我們之前 之前寫的商品列表嘛 所以這邊可能之前已經寫好了 那我們這次要新增的是 這段 這段 用 大括號刮起來 一個page 這個mod號 然後用兩個單一號刮 刮起來一個路由 這個路徑 page應該是網址路徑 products斜線 然後冒號productid component component在productdetailscomponent 好 我們找一下喔 這裡 ngmodule impulse 下來滾下來 那今天就是這裡 這裡我們要新增一個路由 所以我們就這樣 打 用大括號 打page page 再冒號 反正 反正我就一直邊對上面抄應該 比較不會容易打錯字啦 那這邊的名稱呢 這路由可能是我們自己取的名字吧 我們就先大家看喔 好 Duc p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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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一個冒號 padaid padaid 接下來呢 豆點 一個component c o n p o n p o p o e n t p o e n t p o e n t component 應該是單引號吧 是單引號嗎 不是 component後面接的名稱是直接接 直接接一個 變 好 以上で終わりたいと思います